因應全台各地水庫大缺水 4月8號將進入第三階段的限水 限水地區包含新北市的土城 三鷹 鷹哥 林口 新莊 樹林 板橋 泰山等地區 面對限水 隆恩浦國宅居民擔心 限水多少影響家庭基本用水 沒有水當然要怎麼洗啊 當然擔心 你看我們這邊那麼髒的 沒有水要怎麼洗 不方便耶 沒有水怎麼辦 居民抱怨限水 但是衛福部國建署更擔心 乾旱限水期間水源更容易受到污染 包含水中容易滋生微生物 造成傳染性疾病增加 如何減少疾病發生 國建署認為避免水量減少影響洗手潔淨度 可以使用酒精性乾洗手液 注意水塔跟儲水容器的衛生安全 避免水受到生物性跟化學性污染 並且以乾淨的水烹煮食物 飲水應該煮沸 蔬果更要清洗乾淨 確保健康 衝 廁所 還有澆花 那這個是可以用回收的水 或者是其他的水源 但是人要用的跟我們手要洗的 洗手用的跟喝水用的水 要用自來水而且要煮沸過 衛服部呼籲民眾限水期間 有可能造成環境與個人衛生沒有適當的配偷措施 增加疾病發生率 民眾除了擔心限水 還要擔心節水水源有沒有受到污染 今天上午六台北新北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ó 謝謝大家